好,很高兴今天来到我们这个US全球创富系统的培训学院 那我在这里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Yvonne,目前位于这个美国洛杉矶 那很高兴呢,今天来为大家做这个培训学院的这个关键功夫的这个培训 那我刚才在这个荧幕上呢看到数百位来自全世界不同的朋友 都在这个自己的家里或者是说大家聚集在一起来一起学习 那首先我要先谢谢我们的这个系统创办人Kim Hui 那他创办的这个US全球创富系统呢 把他过去呢这几十年在这个电子商务行业 还有创业家之路的这些经验呢 能够精华呢浓缩起来来带领我们这个团队 所以我想今天在线上的每一位朋友 不管你是才刚加入这个美商杰斯加入我们的系统 或者呢在我们的系统平台有一阵子呢 我都非常欢迎你 因为现在我们可以感受到呢 这个我们整个生意的平台已经进入了另外一个阶段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阶段呢 怎么说呢 因为在过去四年以来啊 我想呢在公司的这个成长以及我们系统里面的领导人的这个成长呢 带来非常多的这个见证 也吸引了更多一批下一波在传统环境 没有办法这个找到他真正想要的这个人生价值的朋友呢 现在又怎么样又回流了又在加入我们 所以呢我们就也谢谢这个我们的创办人Kim Hui呢 有这个想法把这个系统呢 这个啊的一个一个另外一个这个重点呢 就是放在培训啊 我想今天全世界不管你在哪里 只要你有一个互联网 你都可以跟全世界所有的朋友一起同步来学习 那在接下来的三个礼拜呢 是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啊 因为呢我们的生意啊 就是一个复制的生意 而且呢你前头前一段时间最早期所做的动作啊 决定于你成功的速度 还有你成功的怎么样高度 所以呢在前面呢 你奠定一个很好的基础 用对的方法 用最短的时间创造最大的成功呢 你就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去带领你的团队哦 制造更大的一个高峰 所以呢我们觉得这个这个Kim Hui的这个安排呢 这个非常的这个有他的这个的这个好意哦 他的这个用心也希望在今年2014年的马年呢 是每一个朋友的一个生命转变年啊 那我想呢接下来的三周呢 我们有安排这个啊不同培训的课程 那最重要的是就是让大家每一个朋友啊 就是能够温故知心 或者对于新的朋友能够把我们这个生意最基本 看起来好像是很普通的一些动作 可是他可以决定于你这个生意的成功啊 那我想呢一开始我想借用一个朋友呢 他在一次分享的时候所说的来跟大家分享 他说如果一个平台 你能够快能够让你越快成功 你为什么要选择慢的速度呢 如果今天有一个平台能够让你得到大的成功 那你为什么要限制自己选择小的成功呢 所以呢我觉得这一段话哦 我就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重新怎么样 我想再重新从今天第一天开始好好的怎么样 好好的把在这个这个平台的目标跟愿景呢 都可以定得快 而且呢成就更高的一个目标 让每一个人呢自己跟家人都可以得到生命的改变啊 那我想今天呢的培训的重点呢 就是让所有的朋友 到底你在这个生意的这个前期呢 啊你第一个90天该做什么样的动作 那如果你已经加入这个生意有一段时间的朋友呢 那现在呢看到太多的这个见证也要觉醒啊 要重新再来过呢 我也非常非常的鼓励你 因为这个生意啊永远怎么样 永远只要你愿意的话呢 这个生意的平台都在你旁边 那我想今天就是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呢就是让大家能够在前面90天了解这个生意 该做什么样的动作 哪些基本的准则是你要能够 哇现在你就可以接受 因为如果这就像打预防针一样啊 如果你现在就已经知道 接受这个系统带给你的培训 你接下来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形的话 我想其实这个生意一点也不难 因为你还没有遇到过前面的人 已经用验证成功的方法都已经告诉你 将来会遇到什么事情 那你有什么样的工具能够帮助你克服哦 我想在这个所有US全球创付系统的朋友呢 都非常的幸运 因为你们今天接下来所要学习的呢 已经都是前面这个成功者成功的方法 那我在培训的过程当中也会用一些例子哦 来跟大家来做分享 那我想我们这个生意哦 首先呢我们把这个先先开始在 Vision就是开始来想象一下哦 你这个生意其实呢分为三个阶段 那第一个阶段呢 也就是现在我们培训的这个重点呢 就是你现在已经加入了 你非常的兴奋 那你也有这些梦想 那你要怎么样开始你的生意哦 我想呢这个阶段呢 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因为你学对了 你接下来所复制的都是对的动作 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创造最大的成功哦 那接下来呢 第二个阶段呢 就是开始怎么样 开始expand拓展你的生意哦 那这边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对于新加入的朋友 最重要的是呢 是把第一阶段呢做好 为什么 因为第一阶段能够让你怎么样 让你在最短的时间 能够借力劫私平台 所带给我们的怎么样 最快的一个收入哦 当你赚到这个 杰斯的这个推荐奖金 开始运作 开始recruit 开始招募的时候呢 这时候不止你奠定你生意的基础 而且你可以在最短的时间 立刻怎么样 就有现金流 就有cashflow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生意非常好 好的一个地方哦 不需要 不需要你花很长的时间呢 饿肚子才看到结果 在我们这个平台 按照我们的系统的方法呢 你愿意的话 你第一个礼拜 第一个月 你可以像很多朋友 用兼职的时候 就可以赚到你全职传统生意的收入啊 那当你的基础打稳了以后呢 接下来你就可以怎么样 拓展你的生意 帮助你的还原 帮助你的伙伴 能够去复制你的成功 那到第三个阶段呢 你要做的动作 我们学到好的东西要怎么样 要paying forward 要继续的传递传承下去呢 那接下来就是怎么样 带领你团队的领袖呢 继续怎么样 继续到不同的这个市场呢 来培育更多的这个成功的这个领袖 那我想呢 在这个生意这三个阶段 我自己本身呢 也非常谢谢我的这个生意的这个开导 这个启蒙老师哦 就是这个钻石领袖Samson 还有这个Kim 我们的系统创办人 因为这个从他们身上 我学到的就是不止他们成功是 好像保留在自己身上 他们是任何机会 他都愿意怎么样 一小部分的小动作 他都能够怎么样 帮助你 纠正你 让你能够怎么样 能够把他们所身上 看到成功的 这个能力 这个技巧呢 都能够学到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的系统的一个文化 就是一个传递的一个文化哦 所以我们既然 今天我们能够有机会成为 这个好的文化的受益者 那也希望将来每一个朋友 当你在这个生意能够 已经成长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呢 也要怎么样 也要把这个好的文化 继续传递下去 帮助更多有梦想的朋友啊 那我想呢 首先我们要开始我们的生意 这就是我们前期所要注重的 那我觉得这要做这个生意 其实为什么要做这个生意 绝对重要 大过于要怎么做这个生意 你的why比你的how还很重要 这个是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哦 因为当你有你的梦想 你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个生意的时候 其实技巧性how如何来做 一点都不是问题 因为我们今天已经有一个 US全球创富系统 能够在我们的培训学院当中 在我们的系统当中呢 来培育你有什么样的技巧 来运作这个生意 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帮你的 就是找到你的why 因为你的为什么 只能你自己告诉你自己 那开始这个生意 其实首先你要知道 你为什么要做这个生意 你的梦想是什么 那你可以呢 还没有做这个动作的朋友呢 你可以找一个安静的时间 好好的写下来 你到底在这个生意 想要得到什么 更重要的是 你要在多快的时间 达到这个目标 再来你到底 有多认真的看待这个生意 你愿意摆上多少时间 来运作这个生意 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 我想呢 今天在线上的朋友们 我想很多人可能现在是 打工上班族 但是就像我过去一样 觉得传统的这个上班族 好像永远在帮老板 在抬轿子帮老板成就他的梦想 但是我自己的梦想 我一点都没有办法使上力 所以呢 可能在这个现在上班当中呢 你想要给自己找到一个备胎 那希望这个备胎呢 将来能够怎么样 代替很快的 就可以代替你现在传统 没有这个活力的传统的上班族 也没有关系 如果你是part time 想要经营这个生意也很好 我想呢 最近我遇到一些朋友 那他们在这个都很 这个open来告诉我 他说一望 我在传统的生意 或者传统的上班 越做越不开心 可是我每次来到系统的活动 我都觉得能够感受到正面的能量 我好想把我工作辞了 来全心投入这个生意 那我觉得很多朋友呢 可能能够能够体会这些人的想法 那我觉得呢 这个生意其实 我一开始的时候呢 在我做投资理财 那我当中也有一个过渡期 什么叫过渡期呢 就是你一定要能够亲自来参与这个生意 你自己就知道 到底你的投资报酬率 你的时间放在哪里 会给你最大的回报 所以我非常鼓励 如果你还是上班的朋友 当然如果你今天家里呢 已经不需要你的这份 这个传统上班族的收入 当然你可以马上就怎么样 马上立刻就全心来投入这个生意呢 全力以赴 这是非常好的 可是对于一些朋友呢 好像有点卡在中间啊 那也没有关系 你可以怎么样 你可以在你上班时间以外 其实上班一个礼拜 40个小时 晚上或者是weekend周末的时间 你还是可以怎么样 兼职投入10个小时 20个小时来运作这个生意 也没有关系 因为这个生意呢 其实你兼职跟全职都可以 但是你绝对不能怎么样 就是做一阵子 停一阵子 停一阵子 做一阵子 停一阵子 所以我想你自己一开始一定要能够写下来我能够摆上多少时间 一旦你立下了这个目标以后给自己怎么样 接下来三个月六个月的时间就怎么样 要Be true to yourself OK 不要一开始觉得很兴奋 啊我一个礼拜可以谈三个单可以见三个朋友 可是一上班了以后怎么样 又好像又在又在这个这个这个跑这个这个跑步机上啊 好像永远没有看到出路没有看到光明 所以呢我在这里非常鼓励朋友啊 写下来你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个生意而且呢你的为什么要永远怎么样 要写下来然后呢把它夹在你的笔记簿里面或者贴在你这个书桌前面 因为接下来你在这个生意就像传统生意一样 你会遇到怎么样遇到别人跟你说我不要 No或者遇到一些挑战 这时候呢你的为什么就是你的什么就是你的救火队 因为你的为什么会时刻时常的提醒你为什么要坚持下去 因为你有梦想别人的拒绝没有办法帮你实现梦想 只有你的为什么才可以帮你实现梦想 所以呢我想这个听起来好像很简单的动作 可是我想在线上的朋友们哦如果你还没有写下来的话 不管你在这个平台有多少时间我非常鼓励你好好坐下来写下来 因为如果今天你所写下的梦想将来都会实现的话 我想你应该不会把它当做一个是个小的动作 所以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一开始的时候啊 记得写下来这个我为什么要做这个生意 那当然也包括我希望一个月能够赚多少钱的这个目标哦 那我的时候呢觉得我做错一件事情 因为我没有太认真看待自己写下来的这个目标 所以呢没有想到真正达到目标的时候 我那时候后悔我后悔为什么我当初没有把目标定高一点 你想想看如果今天你写在纸上的东西都会实现的话 你要不要认真好好的写下来 把目标定大一点把时间怎么样缩短下来 能够让自己呢创造最大的财富 所以呢这个你的为什么很重要 你是真的有非常强烈的欲望 还是你觉得我非要不可 我想在过去呢我们系统有非常多的这个杰出的领袖哦 那在这个很短的时间呢达到这个红宝石或者绿宝石或者钻石这个聘接哦 我觉得我在他们身上看到的一个通点就是怎么样 就是他们有非要不可的欲望 我觉得当你对自己认真非要不可的话 我想什么都不是问题 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阻挡你 可是如果你觉得可有可无的话 我觉得其实你做起来你会觉得好像使不上力 因为你的为什么是所有成功的动力啊 所以呢这就是这个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 那我也非常鼓励在座的这个领袖呢 呃当你在跟你的这个伙伴沟通的时候 与其教他怎么做 花一点时间了解他为什么要做这个生意 为什么还有他的梦想 因为呢将来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你怎么样可以跟他做一个很大的一个沟通 如果你的伙伴将来在生意上遇到挫折的时候 你也可以提醒他 你当初为什么要做这个生意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个一环哦 那我想呢在我们这个生意哦 有几个黄金准则 那这个黄金准则呢 就是我们这个系统创办人 这个是什么预防针 OK那我想第一个准则是什么 我们要能够有这个开放的思维 不是你周遭的每一个人都会接受像这样子的一个商业模式 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想创业 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 因为呢我们做这个生意 我们的定位是什么 我们的定位是在寻找我们的生意合伙人 我们在寻找我们要的business partner 所以呢当你跟他分享的时候 如果他不符合你生意伙伴的这些特质 It's ok 他就不是我们要寻找的人 所以事实上呢不是别人在拒绝我 是我们怎么样在拒绝 因为他不符合我们所要找的生意伙伴 那我们要找什么样的生意伙伴 很简单 如果今天你投资个100万美金 假设你今天投资一个100万美金的生意 你要找到一个非常关键的生意和合伙人 你要找什么样的特质 你要找勤劳的还是懒惰的 你要找思想开放的 愿意接受新的思维的 还是想要找一些就是这个 一直把思维局限在自己的这个 永远的这一小块的这个范围内 所以呢我想同样你用同样的准则呢 你就可以去筛选你的生意伙伴 那不是每个人都想要创业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接受这个商业模式 It's ok 就像一开始怎么样推出手机智慧型手机的时候 很多人觉得手机干嘛要有那么多的功能 他还是可以怎么样继续用这个旧有的电话 只要怎么样只要把电话能够讲电话 对他来说就ok了 所以一种你养百种人 所以It's ok 我们要我们要ok 不要说遇到一个朋友 他不接受你就很难过 而且你不止很难过你还一直说 哎呀为什么你不接受这是很好的平台 你就一直去不断的怎么样去烦他去骚扰他 千万不需要 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这样子的一个商业模式 那第二个商业准则我们的黄金准则是什么 你认为是你的黑马很棒的 也许最后不怎么样 最后没有参与这个生意 反而你认为这些不怎么样的 说不应他就是你一辈子的贵人 这个原则是在我自己的生意运作当中 已经验证太多太多次 我可以告诉大家 其实在我生意 其中一个非常棒的团队的源头 其实这位女士也没有在我的名单以内 因为我从来不认为像他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这个知识水平 或者是已经在社会上有地位的朋友 他会想要创业 可是你知道吗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之下 没想到他不只想创业 他做的怎么样还非常的好 所以呢千万不要预先去帮你朋友来决定 因为我们的这个生意 跟传统生意最大不一样的地方是 这个生意是无限扩展 也许今天你的朋友 举例来说我们最常常有一些误解 认为好像家庭主妇 我可以讲因为我也是家庭主妇 那家庭主妇可能不太会做这个生意 可是即使家庭主妇 某一些家庭主妇 他现在的重心是在培养他的孩子 可是大家要知道 也许这个家庭主妇 不太热衷想要做这个生意 可是你很有可能 经由这个家庭主妇 或者这位朋友 认识到一个什么 下一个非常积极努力 想要运作生意的人 所以呢这个生意呢是无限拓展 那因为杰斯平台的奖金制度是非常公平的 为什么我常常到这个亚洲见团队的时候 有些朋友很可爱 他说Yvonne我是你的第几级的经销商 其实老师说对我来说 第几级的经销商一点都不重要 为什么因为杰斯的这个平台 只要任何人不管离你一百个位置 离你一千个位置 只要他想运作这个生意 我们都会怎么样很积极的来帮助想要创业的朋友 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生意是无限延伸 没有任何这个急速的这个限制 所以呢我想在座每一个朋友呢 在你的周遭的朋友 任何想要创业的朋友们 你就怎么样跟他分享 那你也许经由这个朋友认识到怎么样 认识到你下一个会把你生意做爆的 以前呢这个Kim常常想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位 因为一位朋友把你的生意整个引爆爆发 绝对的 所以呢我们能控制的就是什么 我常常说这个生意就是不断的像打棒球 不断的去挥棒 我们不断的去分享不断的去reach out 你永远不知道这位朋友或者经由这位朋友 我们会认识到什么样的生意伙伴 所以绝对呢不要事先去设想 那再来一个黄金准则呢 就是我们要能够接受的 就是有人想要接受成为你的生意伙伴 那有些人可能不想要 绝对有两种不同的这个反应 那又怎么样呢 下一位 所以呢很多朋友常常呢 心里哦 举例来说要跟一个朋友分享 他心里就认为哇 这个朋友呢一定会做的很好 就是我的黑马一定是我很好的生意伙伴 结果这个朋友呢一旦拒绝了 哇受不了了 为什么你觉得你受伤了 你觉得你怎么不可能会接受这个生意呢 所以呢永远就怎么样 把自己的愿望放在一个人的身上 其实朋友来拒绝你很正常 你只要有这个观念他拒绝不是拒绝你 Don't take it personally 不要觉得他在伤害你 他拒绝纯粹是因为什么 现在在这个人生的阶段 你的朋友认为创业可能不是他人生最重要的一环 就好了OK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朋友 尤其现在我们越来越多的见证哦 我想很多朋友在过去 我们跟他分享拒绝我们的朋友现在都怎么样 都回来了 都回流了 所以呢这就是证明呢 这个生意 不是怎么样 不是他现在拒绝你 也许他看到你有成绩的 或者他人生的这个不同的目标在改变的时候呢 他又会怎么样 又重新来接受 那最重要的是 如果你知道你为什么要做这个生意 你一点都不会介意别人拒绝你 因为如果不是他 如果不是王先生 也许是陈小姐 如果不是陈小姐 也许是李先生 所以呢这个世界很大的 绝对不要把这个眼光呢 只放在一小群的这个人上面哦 那这也是最后呢就是我所分享的就是不要把目标锁定在特定的一个人身上 我在这里可以很真诚的告诉大家哦 我在一开始加入杰斯平台的时候呢 我的领导告诉我 他说伊万啊你只要左边啊 营运区找到一个黑马 右边营运区找到一个黑马 That's it you are done 你就坐在那边等收钱了哦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像这样子的一个话 那我的时候马上 这个这个这个脑筋一打开 我就想到我两位朋友 我一位朋友呢 在这个洛杉矶 他是非常有名的这个化妆老师哦 在很多明星来到洛杉矶都是请他化妆 他下面有一票的学生 我想哇这样子的人来做这个生意一定能够怎么样能够引爆 那另外一边呢我就想到我有一个好朋友 他先生是这个外科手术也是手术这个整形科医生哦 我说哇这个这个这个抗衰老科技一定是他们的专长 所以呢我那时候就有这个白日梦 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我发了 可是你知道吗 我在这里很诚恳的分享 直到今天几年以后 我当初想像的两位黑马 还没有加入我的生意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不加入 可是他们不加入不代表我的生意 我的愿望就要因为他们的拒绝而停止 所以我希望呢借由我自己的故事来跟大家分享 世界无限广大 千万不要把你的目标只锁在一个人的身上哦 好那我想呢做这个生意呢 有几个很重要的这些基本动作哦 那我想呢如果你每一个人呢都根据这个检查表 这个checklist 你可以好好的看看自己到底有没有符合怎么样 符合做好宝宝好学生 因为不要嫌这个checklist 这个检查表好像很琐碎 错了 如果你按照这个检查表好好的来做 能够让你赚到一个月五位数字美金六位数字美金 你会觉得这些检查表还麻烦吗 我想你不会 所以这个生意呢就是看起来其实就是那么简单的动作 决定在哪里你要不要去做 我觉得这个生意我从传统理财哦 我想我想也有很多这个传统的工作老板啊或者律师 我们要经过多少的时间去学习去考这个执照 然后呢还要去怎么样做不断的去培训 我们要经过很复杂的一个程序 一个很长的时间才可以达到 可是呢在我们这个生意平台 其实就是几个最基本的动作 每个人都可以做 可是差别就是愿意选择乖乖 听话乖乖照做的朋友 他最后真的就在短的时间达到成功 可是反而有一些就像我们一开始一下好像自我意识比较强烈 认为我都懂我就是董小姐 我就是董先生这个我懂 反而呢你去拒绝这些已经验证成功的方法 最后怎么样延迟你的成功 我想我自己在这个生意呢前面六个月呢就是董先生董小姐 不愿意照着系统的方法领导的方法去做 总觉得我自己了解 可是过了六个月以后 我看到跟我同时进来的朋友 哎 为什么做的比我好 我才知道原来隔行如隔山 真正帮助你自己帮助我自己的是我愿意放下自己 不管我以前做什么样的生意 不管我以前在传统的行业有什么样的成绩 这都不重要重要是从今天开始 你愿意跟着系统去运作 你可以在短时间得到一个大的成功 所以呢绝对不要小看这些很重要很关键的这个基本动作 那这个基本动作还有一个很重要一个延伸的意义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这个生意是要去复制的 如果当你有这些检查表 这些123456这些基本动作以后 你去带团队的时候 就会怎么样 就不会有这些误差 OK 那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一套的想法的话呢 可能到时候就是系统出来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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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到的这个结果呢 可能会不一样 那如果今天我们沿用这个已经系统验证成功的方法 那我们为什么就不按照这个方法去复制下去 这样子的话呢 你的系统整个团队复制的人越多你的成就会越大 那检查表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你的为什么 为什么要做这个生意 你的why绝对比你的how要怎么来做更重要 所以呢 我借由现在也鼓励在座的每一位朋友 在线上的每一位朋友 不管你以前有没有做过电子商务这个生意 不管你以前有没有学过这个这个念过business score 念过这个商学院 不管你的口才怎么样 这都怎么样 不重要 为什么 因为真正重要的是 你有这个强大的欲望想要成功 因为其他一切都可以利用系统带给你的工具来帮助你 所以呢我想这个这个你的为什么是非常重要的 那第二个呢 一定要好好地使用我们的产品 为什么不使用这个产品 如果产品可以让你年轻变健康 你为什么不去使用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哦 那有些朋友刚加入很兴奋 那过了一阵子我问他 哎 产品用的怎么样 他说我还没有打开 因为我以前买的东西都还没有用完 哎 怪怪了 如果今天你自己都不去使用产品 不去体验它的好 你怎么会有能量去跟朋友去分享 所以呢我都鼓励哦 如果你现在还在使用其他产品 不要用你好好去使用这个产品 为什么因为你要看到效果 你要产品在你身上得到效果 你也要怎么样 我们生意平台在你身上得到效果 所以要好好的去使用 我想呢 这个大家如果常常参加系统这个活动哦 大家都可以看到怎么大家都怎么样 同样一个人越变越漂亮 越变越年轻 我想这个就是产品会在你身上得到的益处 所以为什么不要 所以呢我们常常说 如果你今天自己不使用自己代理的产品 你千万不要做这个生意 因为这样子的话 你讲出来的话 就是就像外面的推销原因啊 你没有这种感觉 可是如果今天你亲身体验产品 带给你的好处 我保证不付你钱 都没有办法阻止你开口跟朋友分享 因为感觉太棒了 所以每一个人要好好的使用这个产品 那再来呢就是要接受培训哦 其实我觉得这个前阵子呢 参加一个这个课程哦 那这个老师说一句话 我觉得是一个一针见血的话哦 他说如果今天你做的不好 你在生意还没有达到你想要的 业绩或成功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你的学习不够 我觉得这句话说的太好了 因为如果今天你学习够 就代表你愿意第一个承认自己不足 愿意你开你的什么 你的心思去接受别人的成功 你想想看同样的产品同样的平台 同样的奖金制度 为什么有人能够在一定的时间达到一定的目标 可是有些人还是没有成绩差别在哪里 一定是成功的朋友做了一些我们没有做的动作 一定是这成功的朋友知道了一些秘诀 是我们没有知道或者我们没有做的这些秘诀 所以我觉得接受培训很重要 尤其我觉得这个生意哦 其实真的是边做边学边赚钱 尤其有一些得到一些进阶的这个朋友们 其实我常常看到哦 我想以后当你们也达到这个红宝石总裁以上的这个朋友们呢 要注意其实呢这个生意的学习是无止境 我常常看到一些这个系统的这些活动 那这些老师在里面上课 那很多这些资深的老会员呢 就跑到外面在聊天千万不要 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上的培训 真正要针对的朋友就是一些比较资深的会员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如果你有一个空杯的心哦 今天不管有任何培训的课 从头到尾做在里面 因为这就是一个修炼 OK如果你今天愿意承认我们有不足的地方 我想你已经成功了一大半 所以随时随地接受培训 OK再加上现在系统有那么多元 像现在洛杉矶晚上已经是十点半了 我们也是可以在家可以接受培训 所以呢在亚洲也是星期天哦 所以呢这个这个只要你有这个想培训的心哦 这个资源是源源不断的 那再来呢就是要观看DVD 我想呢在这个系统呢一开始的时候啊 我想Kim呢有做这个正确的在国语方面有一个正确认知的这个培训啊 那在英文呢也有这个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第四部不同的培训 那我想呢我也看到很多朋友哦 有这个上镜心把这个DVD哦自己去转换成在iPad里面 这样子他开车也可以听或者在家客厅吃饭都可以听哦 那我觉得这个观看DVD为什么那么重要 其实Kim的这个DVD我自己看了不晓得多少次哦 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呢DVD首先是一个系统已经已经验证出来这个DVD 那我觉得当你在不同的stage不同的这个啊 试业里程的阶段不同的时候看你会有不同的体会 那我觉得今天你观看DVD就是怎么样不只温故之心 我觉得重新会怎么样会得到一个另外一个思维的方式 所以我觉得这个DVD就是一个能量正面能量哦 当你今天如果啊找到一个case不是你所想要的结果 你可以观看DVD为什么用DVD这个正面的能量能够能够帮助你 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动作 可是你做了你就会得到 那再来呢每个人要定目标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我这个这个朋友的话哦 如果能够做的快为什么要做的慢能做的大你为什么要做的小 所以呢好好回去写下这个目标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做不到的 我想呢自己在这个啊在这平台几年的时间哦 我觉得啊一开始我纯粹就是为了多赚钱喜欢这个商机 可是呢到后来经过这个系统整个正面的能量这个带领哦 还有在这个全世界有那么多好的领袖的这个加持之下呢 我觉得我觉得在这个平台所得到的是大大超过我当初所求所想的 那我觉得呢这个定目标呢这个生意一开始我想最重要的是什么 希望给自己跟家人带来更丰富的生活 让你自己成为一个怎么样不只去爱你的家人 你也成为一个有能力去爱的人 今天我们的家人需要最好的医疗照顾 需要最好小孩需要最好的学校 你有这个能力去帮助你的家人 我觉得呢不要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生意 这个生意你如果把它当做小的杂货店的生意 你也可以做成像杂货店的生意 可是我可以告诉你很多这个全世界传统朋友 有眼光的朋友已经把这个生意当做全球的企业来运作 因为他们得到的收入可以是很多上市股票公司的这个老总 这个这个这个经理的这个收入哦 所以不要小看这个生意你怎么定目标你的生意呢 就会往那个方向去所以千万不要小看你的目标 那定目标的时候呢写下一个时间什么时候要做到很重要 那我想呢在这个接触这些成功的这些领袖当中哦 我觉得啊很多人呢在短的时间很多人认为不可能可是他们做到了 好我们有这个最近呢在新加坡有一个最新的这个红宝石总裁 那他呢在短短六个月的时间呢就从一个从来没有碰过生意的朋友们 也是一开始怎么样左边是零右边是零 可是呢根据他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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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景他的努力 还有这个系统的帮助呢才短短六个月的时间上到红宝石总裁 很多人听到这个消息觉得哈红宝石总裁可以那么短时间做到吗 可以的我们也有香港的这个钻石总裁好Patrick那他在一年的时间呢 连变我们叫他我们现在叫他变色龙为什么 因为他在去年一年的时间呢从这个蓝宝石变红宝石 从红宝石变绿宝石从绿宝石变成闪闪的发光的钻石 我想我们大家在这个去年坐游轮的时候呢在船上呢听到他的分享 他就下定决心要在年底成为钻石老实说那时候我们都觉得怎么样 哇是不是有点夸张啊那么短的时间 可是他对他的目标认真目标就也会以认真的态度来回报他 所以呢这个时间很重要不要害怕你只要愿意去做 你的领导你的团队你的系统都是你最大的一个后盾 那再来呢就是要列一下你的名单 那这个列名单千万不要认为你的朋友都在你的什么 手机里面或者你的朋友都在你的什么 脑海里面千万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想这个名单哦 列名单写下来随时随地去检查他 跟你说no的朋友把它cancel 没关系对你什么说yes的朋友我以前在说yes的朋友我画了一个什么 苹果好像就小孩子给自己贴一个贴子来做奖励 其实我在做结诗之前的名单到现在哦 我那时候就用在我的记事本的背后 我就这样子列下来那我到现在回顾我都觉得非常的非常的这个好玩哦 因为我觉得这个你越认为不怎么样的朋友真的就跟黄金准则完全怎么样相应对 所以呢还没有列名单的朋友一定好好的写下来 不要预先设想你朋友要不要名单很简单就是有三行 第一行把你这辈子所有认识的朋友都写下来 什么叫做认识的朋友如果你今天打电话给他你告诉他你是谁他知道你是谁就是你的朋友 因为我们这个生意是不做陌生人的市场我们从怎么样从我们自己的圈子从喜欢我们信任我们的朋友来开始分享 这是机会最大的那第二行就是写下你朋友的城市因为这我们这个生意是全球的你为什么要只做自己一个国家 为什么要写下城市呢很重要因为我们的系统现在已经拓展到全世界每一个月不同的城市都有活动也许你自己没有办法飞到那个城市没有关系你也可以邀请你的朋友带到我们的系统 所以呢这个列下这个城市很重要是你借力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工具那第一行是名字第二行是城市第三行就是你稍微看看你的朋友是什么 你的朋友是消费者还是经营者那接下来列了名单以后告诉大家你现在要在传统可能要花几个小时的时间去筛选去知道你这个朋友可能要要请他吃饭跟他聊天 花了几个小时以后呢来跟他分享这个生意但是一开始又好像分享的结结巴巴的因为我们是新人嘛还不会了解所以呢现在大家很幸运因为呢自从我们的系统有了这个金宝盒这个工具呢我想现在呢我们可以把平常几个小时要筛选一个人的时间现在浓缩到什么浓缩到10分钟到30分钟 所以呢这个金宝盒呢就是你筛选你的朋友列了名单以后你要用金宝盒来筛选很很简单当你知道你的朋友想要找一个生意或者想要过更好的生活的时候你问他如果有一个机会 也许可以改变你的一生你要不要花6分钟的时间来看一个碟子就是这一句话你说有谁会拒绝的6分钟一点都不损失我想喝一杯饮料6分钟也不止所以如果今天有6分钟的时间就有可能改变你的一生这是非常powerful有力的一句话如果他愿意的呢我们就给他看金宝盒的第一片DVD 成功的密码那这片DVD是我们这个金宝盒系统创办人呢详细精心所设计出来的为什么因为这个DVD里面没有讲公司没有讲产品也就是说让你的朋友没有理由去拒绝他可是你看到这个DVD看到的是什么是看到一个lifestyle是一个生活方式每一个人都在追寻快乐的生活方式所以呢当他看了这个短短6分钟的DVD以后 你朋友一定会问你这是什么生意这些人在做什么为什么那么开心接下来你就使用金宝盒的第二个影碟你说太好了我让在这个平台成功的朋友们用10分钟好好的跟你讲解到底是什么样的平台现在那么的热门 所以你看看新的朋友你不需要自己去解说用怎么样借用第二个影碟展示你的事业让已经成功的朋友们在10分钟帮你把这个生意清清楚楚 重点式的跟朋友分享所以这个金宝盒很多朋友很可爱他说我要不要用金宝盒 我说你是愿意花五六小时时间去筛选然后朋友问你的时候有时候会结结巴巴的讲太多讲太少或者讲错 这是你第一个选择或者是你要用金宝盒来为你工作把筛选的时间缩短而且有那么多成功的人士让你来借力你自己来选择 所以我想答案已经很明显了你要快速的成功你要正确的成功而且要能够复制你的成功还是你要自己用摸索的方法 我想这个答案是非常的简单我们在过去这个金宝盒有太多太多的见证 我在洛杉矶的一个朋友他非常可爱他用了金宝盒以后他说为什么我不早用金宝盒 我要是当初加入就有金宝盒我今天就是钻石了我想非常的可爱 至于金宝盒到底有没有用你要自己去体会自己去使用 那记得我们这个每个团队呢问问你的这个红宝石以上的领袖他们都知道怎么样正确的 使用金宝盒来为你工作那再来最重要的是这个生意一定要带入系统 其实什么是系统很多朋友告诉我什么是系统 最简单来告诉大家什么是系统 我们现在大家上网是不是都用这个无线WiFi走到哪里都在找这个WiFi 我自己个人的体会我觉得这个系统就像这个WiFi WiFi无线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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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频道你看不到 可是没有他你行不行没有他什么事都做不了 可是经由这个WiFi这个无线的这个频道 我们好竟然可以怎么样可以掌握全世界所有资源都在我们互联网里面 所以我觉得这个系统很简单就是你生意一定要有的你也许看不到 可是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培训客人就是系统的一部分 接下来我们有全世界的这个卓越钻石的这个培训跟超级招商会 这个也是系统的一部分 那我们这个所有这个系统呢都是怎么样 都是一个正面能量的环境 帮助谁帮助想要快速成功去复制成功的朋友 所以系统就像navigator就像我们现在开车GPS一样 以前没有GPS没有这个导航仪器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 要看地图或者去问路那问的对为的错还是一回事 可是现在你把地址一输入GPS就可以怎么样 可以告诉你从A到B什么是最短的距离 所以这个系统呢我觉得现在我们大家非常的幸运 为什么因为呢你不像在前期大家在摸索 现在过去几年这个系统已经验证成功 在每一个城市只要任何想成功的朋友都已经怎么样验证成功 你现在只要怎么样只要去抓住系统带给你的方法 就可以为自己创造财富 所以呢我想今天的这个培训呢 我想呢在这里我就跟大家做一个总结 我觉得这个系统呢基本上就是你最好的怎么样 你最好的一个support你的这个最后最好的一个支撑 那这个系统呢我们为什么叫做US全球创富系统 其实这个US不是代表美国哦 其实这个US其实是英文的S我们 其实US全球创富系统为什么要创办 因为是为每一个想成功的朋友所设立的 那谁是系统里面的一员你跟我都是系统的一员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系统这个这个我们创办人 当初的使命跟愿景还有文化每一个人都可以怎么样 都可以好好的吸收好好的传递下去 让更多想成功的朋友都能够抓住这个浪潮哦 所以呢我想接下来呢我们这个系统呢在这个现在是五分钟呢 那就就是啊在美国就要十一点呢那在亚洲一样在五分钟呢 我们马上就有我们非常棒的英文的钻石领袖Samsen 为大家做英文的同步培训哦 所以呢我想这个这个这只是我们现在整个培训的第一步 只要你跟着系统来运作哦 你就可以怎么样在最短的时间为自己创造更大的财富 那在亚洲时间星期天晚上七点钟 我们也有台湾非常优秀的钻石王碧青老师呢 也有我们的事业招商会 那接下来在三月底啊我们有全世界系统卓越的八位领袖 他们自己花机票自己投入时间来跑三个城市 那这一次最幸运的城市就是香港马来西亚跟台湾 那这八位钻石呢他们来自不同的背景 那也有不同的这个故事 可是最重要的是他们都是怎么样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使命 想要带出最棒的团队 想要传承在延续我们的系统创办人 所带给我们的一些学习成长的这些经验 要好好的怎么样传递下去 所以在三月二十七号呢 在香港大学结束以后晚上 我们就会有超级的这个事业说明会 你会看到国际团队的领袖 让大家看到这就是真正的国际事业平台 那在三月二十七号呢 晚上呢七点半我们有超级说明会 晚上也有个特别的培训 那接下来呢在马来西亚三月三十号呢 我们有一整天早上六个小时 珍珠及以上的这个六个小时 有八位钻石一起为大家做的 锦罗密鼓的特训 想要成功 我想上了这个培训以后 你应该知道你眼前的路要怎么走 你会很大的信心 要把你整个团队带来 那三月三十号晚上呢 也有特别的超级这个事业说明会 那在四月一号呢 我们就会飞到台湾 四月一号晚上呢 会有超级的事业说明会招商会 那隔天呢 四月一号 哦对不起 三月三十一号 我们飞到台湾 三月三十一号晚上 会超级事业说明会 那四月一号呢 一整天我们有这个特别的领袖培训 所以呢如果你还没有看到我们很漂亮的这个 卓越钻石的这个海报 你一定要去询问你的红宝级以上的领袖 因为在几天前呢 这个很漂亮很震撼的这个海报这个flyer 我们已经传递出去了 所以呢这个生意就是这样子 当你跟着系统去运作 你就会全部怎么样 同步得到最新的资讯 得到最大的帮助 所以我再一次这个谢谢所有 现在在线上几百位的朋友 我谢谢你们的这个学习 你们的努力 那我想呢 也非常鼓励大家 我想在过去 这个在这个平台我们所得到的 我觉得呢 是每一个人都要亲自来体验 因为这就是一个真正丰富 夫妇的一个平台 那我们要这个带领整个团队怎么样 来加入这个系统 加入跟着系统一起学习 一起成功 那我们大家就可以怎么样 真的是好好的享受整个宇宙 整个世界带来给我们的这些丰富的生命 那我想再一次谢谢大家 那下个礼拜呢 因为这个洛杉矶 美国有这个日光节约时间 所以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 在美西洛杉矶 一样是晚上10点钟 我们会有第二的 第二阶段的这个培训 那在亚洲时间呢 就变成星期天的下午1点 所以呢就是提前一个小时 因为美国一年两次 有这个时间的这个调整 好那再一次谢谢大家 那也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一个礼拜 好好的投入 投入自己的生意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 这一个礼拜的投入 完全全心全意的投入 也许可以改变你跟家人的一生 所以好好的去付出 好好的去加油 好不好 那大家一起学习 一起努力 一起成功 那再一次呢 再谢谢大家 我们同一时间下个礼拜 在网上空中的这个培训学院 我们再见 拜拜 拜拜